有鸡、鸡蛋、鸡粒一切都很足 这里卖劍兰 我听到是5元一支 昨天听到是28元一支 这边就走到大路那边 多人都全部进不去 我不再往那个方向走过去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差不多9点了 话说上一集就和大家预先看过 西湖路的花市 因为上一集正式官方公布的时间 其实就是上一集开始的时候 但远远未到最热闹的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海珠区的花市 在我心目中 广州有三大花市是很值得去的 第一个当然是西湖路 第二个是黎湾路 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海珠区花市 我会认为这个是在路城区里面 最漂亮的一个花市 因为它是在珠江边 今天非常不幸地下雨 然后由于花市肯定没有那么早 开始二楼和以往一样 我也是会去吃点东西 我现在面前这里应该是同幅东路 很多好东西吃的 先头我是在市公地铁站出来的 我可能会去前边吃鸡粥 到时再说了 又或者是进去浅口市场看下 都不足为奇 然后前边还有一档是吃煎种的 对面有很多古树 这些就是海珠的老城区 但它又未好像去到 同福西或者南华西那边 没有什么人的 这边还有很多人居住的 对面又有骑楼 在前边的路口走进去 就可以去到大概南村的方向 我说的就是这个了 很有历史了 芬芳田版 它们都是有煎种的 但我稍然它们就做得油腻了一些 至于它们两间店是不连在一起的 这里都是有的 但是如果各位观众回到来附近 横花市窝 就可以过来这里品尝一下 它们的味道吃的 又有煎萝卜糕 一盒盒都有 再来还有我比较喜欢一个云吞面铺 我只不过上一集也是吃面 没理由今集我又来吃面 我真的很喜欢吃财富的面 就是这样的 于我就会继续往前走 我是想去前边吃鸡粥的 熊记鸡粥 它们的鸡粥挺好的 佳姐今天天气这么冷 吃鸡粥 还可以了 与此同时 也会带大家去看看 同福西那里 它们有个常心饼铺 又看看排长龙有多少人 大家喜不喜欢吃花生酥 鸡仔饼 但是我发现自从它红了之后 我会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它们做了很多年了 红了之后 分店觉得越来越多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精彩 我觉得应该是去年农历新年的时候 很精彩 很精彩 但是到现在 它们分店越开越多 好像没有以前那种惊喜 事实上 它真真正的熊起身 都是因为疫情之后 是的 对面有一间新开的 阿麻石磨腸粉 好像新了一些 很多街铺 就会有何年的礼品 卖 这区也会见到很多旗楼 这里是其中一部分 如果回到南华西 会有更多 这里就没有那么多 但是都不少 全部都是骑柳 因为下雨天有骑柳 就最好 不用怕 下雨不用开遮 早几天我在香港 都以为会下雨 不过考虑到在香港下雨 其实问题不大 因为大多数都是在室内 但今天就 回到广州就要有骑柳 话说对上一次 跟老婆过来 缠口市场这边买菜 我当时找不到食物 这一间好 这一间好 这一间是走过 刚好找到的 湛江鸡 应该叫做 湖陵记湛江鸡 好像叫做 挺好的 不过 都是很满助 要早点拿位 来到今天 廣州终于有些过年的气氛 现在发出了寒冷黄色预警 只有十摄氏 早几个小时前 还冷 而且再加上下雨 模糊小雨 那种感觉 就是广州过年的感觉 年尾非常之濃 这里附近 酒店选择并不太多 先头我们经过天一 酒店 是我力推的 在市工地铁站上边 在附近 我记得前面也有一间 但是就 没那么力推 好 这里又有一个全贵酒店 不知道我在深圳住的牌子 让我看看什么价钱 不过这里 尼迪站就有点远 就是这个 我是有会员价的 没有会员价 669 贵 包括早餐 会员价589元 大床房 它的优势就是 在这里一上去就是解放桥 打车的话就很方便 但是这里 来地铁站 都有点远 要走过那段 其实很街 来市场就非常之勤 继续往前行就是市场 亦都是我要去吃早餐的地方 正如先流所说 这么早去行花街 是没有人的 我会简单走一走市场 看看年尾 因为农丽新年行花街 故事现在很大 其实在市场里面 都是有很多感受 农丽新年气氛的情景 可以看得到的 除了同记者喜欢我 其实我也是想吃的 不过他们已经放假了 心悸了 心悸了 很遗憾 这样的 这个平时欺欺仰仰 那些街坊市民 经过在这里吃早餐 现在已经写着了 初八啟市 之前在影片也说过 如果是大集团 连锁式的 家好贵租的 他一定不会放假 而不如有366天做足他 但是这些 私人老板 大哥做了一年那么辛苦 做什么做 当然休息一下 姐姐可能一分钟 间破坏自己的 用什么那么辛苦 当然是让员工休息一下 至于在这个入口 进去就是缠口市场 我就会去前面 鸿记继续吃早餐 它分两间店 一个是新店 一个是旧店 我来新店这边 旧店就坐得逼劫一点 就在牛奶厂街门口那里 我就不过去旧店了 我来新店这边坐得舒服一点 吃个油炸鬼 吃碗鸡粥 吃碗鸡粥 吃碟腸粉 有很多在江州住过的观众 对它都印象很深的 它总店在前面 在曼崇与市场口也有一间 不过那间已经没做了 那间分店 剩下现在这间 哇 很多人了 这边就是餐厅的环境 大家看看是否坐得舒服一点 大多数都是老街坊来吃的 当然都会有有客 因为这里来地铁站 酒店都不是太近 所以都是街坊居多 我就叫了这些食物 我上一次来到熊记鸡粥 都是叫这两种食物 鸡黄粥 可以选择鸡粥的 滑鸡粥的 便宜多6元 虾米肠也是我很喜欢的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他们今天我会油炸鬼供应的 我的食物已经来了 因为我会认为 小食店之中 他们的肠粉是名气不大 但是好吃的 为什么呢 首先这些肠粉皮够薄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也会有韧性 不是一甲就断了一种 够薄有韧性 然后虾米全包在中间 它又不是很咸那种 我猜它应该是 放在之前是处理过的 而且我印象中 它是没有夹 蔬菜在中间的 没错了 那种包着腸粉 将馅料用腸粉包着那种做法 试试一下 隐隐约有些海鲜的鲜味 都还是有 虾是很香脆的 小时候很喜欢吃这些 有虾的腸粉 但是那时候 没有那么好条件 哪有那么多机会吃 虾腸粉 鲜虾腸粉 用这些水而代之 这种做法就是 用那些 腸粉 它是预先做好的 这些是现场制作的 它预先做好的 就是有一些 虾米 在那个 腸粉皮里面 嵌进去 那种都好吃 它的豉油 就不算很甜 那种 但是 就是这样 如果筷子弓不好 是会 夹到散开的 不过 问题也不大 对吧 它也会 有少量黏在上面 好吃的 这个虾粉 它的豉油浸 不算是浸在碟子 浸到很多那种 当然 桌面是有时候 你可以自己嫁 不过通常我们都不会嫁 如果它可以 放一些这样的葱 就是原来的 不过 做事 不要那么原理 要带有少少遗憾 不过 另外 竹子是需要等比较久的 我的鸡王竹 还在等 等一等 在这个时候 我的鸡竹又倒了 这个窗子是这样 放在上面 我先给了一个好平 你猜 那些竹子很稠 我看到这个鸡腿肉 应该是 先 这里有 鸡的内藏 就是它们自己煮的鸡 下边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鸡蛋 这样 又有鸡 又有鸡蛋 又有鸡内藏 一切都好足 但是鸡蛋 就要搅拌它出来 令到它的竹 再滑一点 就是它们的特色 其他店铺吃的鸡竹 是没有这个元素 是没有在里面的 一定会吃这些好 让我试一下 哇 鸡蛋应该已经熟了 嗯 嗯 很浓 其实很多街坊 在去买菜的时候 经过 都会进来吃碗粥 尤其是吃碗粥才去买菜 尤其今天天气冷 吃碗粥也好 一样是这么有鸡味的 让我滑一块鸡吃一下 贵在哪里呢 就贵在这里 至少多只鸡蛋 而且鸡肉特别漂亮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生滚的 等这么久 嗯 鲜味 有鸡肉的鲜味 而且火候就很厚 厚到好处 厚到好处 厚到好处是 你们能想象得到的 鸡肉可以满足到 港州人对吃鸡的那种 鸡的态度 嗯 确实不错 现在已经9点半了 我会简单肯试试 大概 半个小时 10点就会肯试 基本上今天的节奏就是这样 希望不要下雨 橫海一看到 好像已经停下雨 挺好的 我慢慢吃了 吃完之后 再带大家周围看看 吃饱饱了,大家看上去的一点 今天的鸡竹表现差了一点 上次会好一点 老城区的美食都是这样的 附近还有很多选择 对面的新冀,被柱遮住了 就在鸿记鸡竹旧铺的对面 甚至再走前一点 还有连锁式肠粉店 其实我过来这里就想看看这个 这个是纯芯的其中一间分店 平时都不是很多人 到今天就已经排队排成这样 很夸张的吧 每个人都要买些何年礼品 过年不放假 这里都已经写着了 过年不放假 还是同伏中路店 这个是分店 如果我没记错 它还有一间分店 我们现在就去潜口市场看看 那些东西是好吃的 即使好像没有第一次吃到这么精彩 都是很好吃的 至少在广州 和它有差不多水准的特别 我们就在前面进去潜口市场 看看里面有多虚陷 走完之后 出回来 便会直接进入到 去奔光花市 现在已经是9点9个字 走完市场大概就10点多 而且非常幸运地 现在已经停了雨了 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东西 初一休息 仅此如雨 每天都有一食 各位观众回来 可以试试 我们就在这里进去潜口市场 最合适的一个地方 哇 好像趁虚一样 这就是银龙里的入口 很多市民拿着劍兰走出来 这边卖着大烧猪 今天好像已经是年28了 就趁今天洗辣炭了 这里卖着劍兰 我听到是5元一支 昨天听到28元一支 今年的花看来便宜 又有银柳 又有菊花仔 这边卖着鸡 这些光鸡已经去毛了 汤好了 广州人 不像是外省人 但也会吃饺子 还有这里有银散皮 卖15元一斤 银散皮 这里又有银散卖 又有国际卖 我们也在这里 有一次买的包 确实不错 这里就是市场的盛景 这跟龙津路市场不枉多样 两边条路很狹窄 街坊市民在慢慢买 买年货这些东西 就不心急 到时买漏了 买少了 买得不对 那就不行了 这些福字都是有讲究 买得不对 颜色不对 就不好 又有地毯 又或者买漏了 你回来买 又很啰嗦 这边就已经有 银肉 40元一斤 这个市场真热闹 又合窄 以往我们来到 都是傍晚傍晚 没那么虚陷 现在大家看看 又有反车 又有人 一条路又窄 这边就要吃了 或者吃鱼 过年吃鱼 鱼鱼年年有鱼 还有拜神也要允许 这边就要吃了 真正的 这边就要吃了 大楼 中西大楼 好 好 对 你先看 西食 到西食 最好 实在夸张 我都没有什么好说 因为其实通常我拍摄 有时候会站在那里拍摄一下 根本没办法停下的步伐 很多人 有卖烧肉的 这边就走到大路那边 看多人都 全部进不了去 我不再往那个方向走过去 我在这里出回大路就算了 这里一出回就近 先头我们说是全季酒店的方向 大概的方向 还有这里面 应该是今年中夏天的时候 重新已经翻身过室内部分 应该这个市场对于海珠区居民来说 是最有情怀的一个 很多老街坊都是在这里买菜的 因为那个城市屋里面 市场达结得很厉害 我们看你大家的 就一个人 那么相关 这状况 我们会把这些人 从此地方 那么其实 这些人 真是的 这些人 从此地方 那样 很誇張 平時國強這裏 兩間 國強這裏 在小廣市場我們都經常去的 都沒有這麼多人 現在這裏 都沒有更多人 要買這些中式的餅 拜神也好 自用也好 來到海珠區這幾間 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國強 先頭我經過純芯的總店 包括對面這裏也是 這麼多人 不好意思 我都沒有去到純芯總店 先頭我轉右了 不繼續走 轉左那裏就是純芯的總店 分店兩間都這麼誇張 總店嚇死人了 就是這樣 是不是很誇張 一買完這些餅 遊客都來買 拉著行李箱來買 冷冰冰吹著風 十度都不夠 這樣來買 今天廣州有十度 不僅是無無細雨 現在又下起無無細雨 再加上沒有熱頭 這樣的廣州是最冷的 這裏就是解放橋的落橋位 我會在這裏穿過去 走那些小巷過去 走花市 不過可能今天不會太多人 這裏真誇張 排多久都要 哇 感覺還好似凍過上次 只有三度那時 那時沒有下雨 今天下雨 很厲害 幸好老婆沒有陪我出來 她是一個很怕冷的人 她現在躺在屁股 才看到花市的一部分 確實正如先頭所說 而且事實上 她真的沒有西湖老那麼熱鬧 還有近這幾年 因為疫情的原因 各種加持 其實花市是做很多分會場的東西 這裏不是分會場 但是比如說在海豬區 在江南西是會有分會場的 我們一步之遙 走過市場 就可以過到行花街了 我之前晚上在這裏說 海豬區的花市漂亮 在這個角度 我想都可以解釋給大家看 是在這裏一路行花街 一路可以看到珠光河 剛好 這個應該是南海神號 剛好就經過了 這裏就是花市的開頭 整條路就肯定是風路來的 人行就可以走出馬路面 然後這裏就是海豬區鎮泰實驗小學 原來它的學校門口是在這裏的 這時候我就來看看牌樓 據說牌樓都是很有特色的 有人爬上去 哇你看 多英勇 電瓜 行不行 看來不像是工作人員 不是應該是工作人員 他是工作人員 他應該想安裝一些東西上去 龍年大吉 已經著燈了 跟西湖路不同 西湖路 昨天我去到 都是還沒著燈的 這裏又有個好處 跟西湖路 我真是西湖路熟到樓 找不到洗手間 這裏我起碼見到 有一排的洗手間 花市帶大家看一下珠光 對面這裏過去 這個星環廣場 然後今天應該是沒有輪到的 我猜而已 然後前面這裏就是解放橋 再往前一點就已經是海珠橋 華夏大酒店 雖然大家應該都看得到 今天寒冷就真是不必 否則就算在這裏步行過去 一得路 都不是說很吃力 很不行 做不到 不是的 走過去 過了對面 下來 再往前一點 那裏已經是萬寧廣場 在這裏已經可以看到 石室聖心大教堂 好 那我們正式在這裏逛下花市 今年我就不會帶老婆來的 她懶了 不出街 我會跟老婆去逛兩個花市 一個麗灣路 一個西湖路 我自己就過來看看 賓江花市 今天因為天氣冷 來逛花市肯定是很多長者 長者 瘦仔 怕冷不冷 所以很多志願者都會 拿了很多三例 大家聽到嗎 應該是一些乳寒乙物 我猜 或者一些乳褲 如果真的很大雨的時候 它要做指引 社工來的 來看見竟然是俄羅斯食品 我們繼續走 這個是供益來的 應該是義賣的種吧 沒錯 這一殼全部都是供益 愛心義賣 有一籠的公仔 我記得走到後面 會有鮮花售賣 在這裏 走花市就不同於西湖路 西湖路 有一個地方有人救病 人流指引 搞到只有一個閒字 沒得看 這裏就夠闊了 大家看這條路 這麼闊 打關斗都行 但西湖路 我想難一點 以前這裏就是簽口碼頭 今天應該是不開放的 我先過去八下 不是 好像是開放的 終於我讀懂了 是這樣的 因為放煙花 所以暫停開放 看清楚 是2月10日才暫停開放 2月11日又重新營運 換言之 現在其實是可以坐船的 而且這條船已經開始了 挺好的 在這裏就可以過得到省總碼頭 我們行花市都有一個目的 就是真的人來買 是來趁熱鬧 看看人物 這裏就是看景 很多這些掛式賣 全部都是紅色的 複製、刺繡 或者有賣封車 全部都是封車 在社交媒體的很多來自香港的明星 都是又來走花市 昨天 在這集影片拍攝之前的一天 是紅永成 很帥仔的那個 我們繼續走 這裏是京東的展位 應該是加些錢出來做廣告 很多展位 他們都是 不只是做展位 好像現在面前那樣 就沒有產品售賣的 這裏還有AI大片 京東魔 繼續往前走 就是賣工藝品 開始見到工藝品 這邊花暫時未見到 鮮花的那些 會不會是西湖路 或者是禮灣路會多些 不得而知 還有這些一盤一盤 放在裏面的鮮花 蝴蝶蘭 好像鞍 但很別致 但是看不到有多淺 昨天在西湖路 我看不到那麼多風車 因為那裏沒有風 這裏向著風 近江邊 風車震多誇張 全部都是風車 有幾個是動不了的 全部全部都是風車 但我想大家都看到 和西湖路 真是熱鬧程度 不是欠一個級別 怎樣也好 我們繼續走 我仍然看到前面 寫著鮮花區 如果有觀眾說 我很怕多人 很怕那些人潮管制 喜歡像現在那麼悠閒 慢慢逛逛 看看的 海主區花市就對了 其實天河也是這樣的 但是天河沒有這種感覺 沒有那種傳統花市的感覺 我們開始看到有些線花 簡單我們都會過去問一下價格 問一些 前面人比較多的店鋪 好像這些 蝴蝶欄 就是這裏 盆很漂亮 還有那些花 好像沒有那麼大朵 我覺得這些又比較雅 還有那裏還有很多 小的 老闆在寫著價錢 15元 一槍 這樣又很合理 15元 這些這樣 多簡單 多雅 公司那些就說 弄個金盆而已 家裡其實不用 老闆請問這個多少錢 這個是130元 138元 對對對 謝謝 謝謝 剛剛開市 剛剛開市 哦 很好 價錢又很合理 我剛才問的那個 是130元 砌好東西 有盆 下面那些一槍槍 自己回去砌的 都是15元而已 這裏還有很多劍蘭 劍蘭顏色 最好要適合才好買 下面還有一些蟹爪蘭 劍蘭 還有又看到有向日葵 還有很多很漂亮的鮮花 玫瑰花 哇 要有花看 這樣才是行花街 我們繼續往後邊行 這些帆布袋 越來越瘦 對於沿海豬 有少許諧音 天時地利人河 即是說天河 拿回廣州的地名來做攪爛 挺有趣的 終於開始看到有桃花 桃花是這樣運送過來的 這樣包著它 這樣就不會弄壞那些花 而且這個看上去的 那些花很大 很大朵 去到過幾天 現在買定都差不多了 養起它 用水養著它 過幾天 新蒸頭 開得漂亮 那就好了 這個終於看到了 這個就是全場需要打卡的一個點 挺漂亮 就是一個淘寶做的活動 上面是 淘過富貴 下面還有淘寶來福好市 全部都是淘寶的活動 做得挺漂亮 它們不只是網上相成 有很多線下的活動 而且掃的曲子 仍然會有優惠 這裡有紅包 送了一個這麼大的袋子 是不是我應該都掃過呢 哇 送了這麼大的袋子 裝什麼都可以 上淘寶買完東西 拿這個袋子 拿這個袋子最好 不知道能不能進去地鐵站 應該可以的 我們繼續走 今年最大的收 就是這個 還有其他很多活動 今年這裡不斷派袋 也好 代錢落袋 這麼大的袋 載到很多 更漂亮 那些 蝴蝶蘭的盆 造型 更優雅 這個好 金邊 老闆 請問這個多少錢 請問這一盆多少錢 這個320 320 188 這裏 蝴蝶蘭的蝴蝶蘭 就精神很多 還有選擇品種多很多 全部都組好了 最便宜的 右邊那個 188元 這裡更厲害 200元一盆 但今天還未開工 還有很多小朋友 應該是送禮品吧 今天我來到這裡見到 就有很多都是 一些志願者 或者一些學校 做的活動 這個遺憾的就是 還未見到 又寫大字 而且雨又停了 過年廣州的雨 就是這樣 停下下下下下 停下等一會又可能下 我現在終於知道 這個袋是用來做甚麼 當你買了花盆的時候 你就可以等到這個袋裡 挺好的 我們繼續走 這裡已經開始見到 有 水仙 旁邊的風訊子 近年多了 喜歡賣風訊子 再來又有一些 這個是蘭花 很小朵花 這個很優雅 小盆到好像上邊那些都有 教過我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叫做米仔蘭 這一檔 大花惠辣 都很漂亮 它的花是好像薄薄的灑出來 這裏對比一下 昨天在西湖蘿花市 確實這裏純粹很多 西湖蘿花市 我認為是像一個家業化 買東西其實並不多 只是價錢比較貴 這邊先頭看見 180元都有交易 反而除了這個意外 活動好像並不多 或者這裏會不會有 這個是 這個是做甚麼 這個是賣 賣紅茶的 來到這裏是其中一個出口 亦可以見到排流 這個排流勁 下面是銀行贊助的 大銀行贊助的 然後上邊有一條龍 已經亮著燈了 上邊的排流寫著2024 看見上邊有兩條龍 應該叫二龍器珠 這裏還有一個舞台 在準備唱歌跳舞 只不過還未開始 海珠區其實是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不像月秀或荔灣 因為它既會有現代化的東西 例如廣州塔 又或者是爬州 諸如此類 又有大學 中山大學 與此同時又會有 大家見到 騎樓街我們今早都去過 是比較特別 比較代表到廣州 有新有舊的地方 好像回到荔灣 老荔灣就沒有這些 極少量 月秀都是政府所在地 政府部門所在地 海珠區是比較多元化 有到這個了 鹹花街 又是銀行贊助商 厲害 還有AI月選卡 應該都是一些活動 我又派過財神出來 這些就算不合照 也要拍照 還要這麼英俊 財神還在派福 財神派福不拿不行 多謝 銀行派福 而且是廣州分行 不得了 還有電視台的主播 他應該正在準備廣告 來報道海珠花市 現在的雨肯定沒有繼續下跌 然後氣溫有所回暖 時間越來越往後推 人流量又越來越大 確實真的沒有走到西門路 那邊是寸步難行 這邊確實是純粹一點 還有很多東西派 西門路那邊 是要你花錢才有很多 又或者排很長的隊伍 至於這些 你去跟他說聲好 捉他發大財 就可以了 還有很多花 幾大盤 有五代銅堂 中間這個做得漂亮 讓我去問一下 什麼價錢 看到了 這個價錢是88元的五代銅堂 那也合理的價錢 這裡應該是正在做直播 電視台直播 主播已經在採訪中 十五元一支 十五元一支 八盒 十五元一支 昨天在西門路28元 好了 我又看到價錢 劍蘭 劍蘭是一個指標 不是劍蘭 八盒 說錯了 八盒 這裡是15元的 但沒有昨天 我們在西門路看到這麼多粒 那些是8個 這個好像是4到5個 那就十五元 一年一度 每年都會看到的可口可樂 活動 這裡都會看到海棠碼頭 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飲品 不是贈送的 這個是10元兩支 10元三支 中間那些 又或者下邊咖啡 20元三支 沒有辦法 可口可樂 沒有理由賣魚蛋 我想如果在隔壁裡製作魚蛋 就發達了 不過應該是不可以的 他們發射有限制 不可以說你想怎樣就怎樣 不然一早有人放了 輪到我嗎 如果我們繼續往前走 前面已經是人民橋 確實走這段時間 感覺到在這裡要用到的精力 是多過走到西門路 一方面對西門路 我確實是比較熟悉 我知道哪些位置可以撤離 在這裡只能一直往前走 還有海珠花市 不要說人不好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離地站是比較遠的 在市工地地站 又或者寶光大道地站 想來想去都不知想到哪裏 因為我們走花市 肯定是想由頭走到尾 才有好運 買不買東西 那個是其次買到 就是故自然最好 但是因為一頭一尾都沒有地鐵站 譬如說如果飛到地鐵站 就要過去河北對面 海珠河北的對面 譬如說人民橋對面有文化公園地鐵站 又或者海珠橋那邊 就是海珠廣場地鐵站 所以會不會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人流量就沒有回到西湖路那麼誇張 走得是頗舒服的 好 來到這裏 我相信已經走得七七八八了 都是有斬木的 我也是時候要回去 各位觀眾 分享這部影片給你的朋友 又或者幫我點個Like 如果天氣許可的話 到今天下午我老婆出動的時候 我就會跟她去麗灣路花市 麗灣路花市對於我跟她來說 都是有更多的情結 應該更加共同的情結 因為西門路花市我老婆 其實不是很熟悉的 我就是很熟悉的 但是麗灣路花市 因為我們都在那邊做過工的 到了花市的時候 都是會封路的 飽受其害 不知可不可以這麼說 所以到時候 我們到了下午 就會去麗灣路花市 亦都停辦了很多年 今年終於開花了 連女兒都在那裏出生 你說多有情意見 好了 下集見 我們拜拜 我們要進行評保障的 我們就按照片 我們要進去 看車的 我們要進行 裂出生 不知可適合 坦白 一直帶來 就算 它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